以下的介绍将帮助即将接受眼睛打针或称为玻璃体内注射治疗的患者做好准备 这段视频将提供我们如何把药物送入眼球的信息 这种给药方法被称为玻璃体内注射 适用非常细的针将药物注射到眼球中 常用的药物包括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内固醇和抗生素 需要使用注射的常见情况包括 年龄相关防伴变性、细肉矿物脉落膜血管病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以及视网膜静脉阻塞 打针治疗通常是每四到六周会重复 打针治疗长度 比如病患几时才能够停止打针 是决定于患者对药物的反应 打针会由护士们进行 他们都经过了专门的训练 来提供这种精细的注射 实际打针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 但护士们需要时间准备 这是打针的治疗室 在准备打针前 我们会滴眼药水 使眼睛麻木或麻醉 接下来会滴另一种消毒药水 有些病人在滴眼药水时 会感觉到刺痛 这是正常现象 为了将疼痛和感染的风险降到最低 病人们必须遵守这些规定 对大多数的病人来说 这些眼药水不会引起任何不舒服 当轮到您进行打针时 护士们将把您带到治疗的椅子上座 椅子的靠背将倾斜到注射的最佳水平 如果您觉得椅子太低 请告诉我们 在我们进行打针之前 护士们会再次确认登记号码与姓名 在确定眼部注射时 左眼还是右眼 和要使用的药物 我们会用贴纸和皮肤标记笔 画在打针的部位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安全步骤 以确保正确的眼睛和药物注射 护士们会尽量用病人熟悉的语言完成治疗 由于这是一个无细菌的程序 护士们会在进行注射时戴口罩和手套 我们要求患者在打针过程中 不要说话 打针前 我们将点滴更多的麻醉药水和消毒药水 接下来会用一个小铁架保持眼睛开着 护士们会引导病人 看着一个特定方向之后开始打针 请睁大双眼 跟着护士们的指示 在进行打针时 一定要看着护士所指示的方向 不可移动头部或眼睛 药物将缓慢于注入眼球 打针完成后 护士们会要您属前面所显示的手指 这是眼球打针安全检查的一部分 请不要在注射当天24小时内用水 摩擦眼睛或清洗眼睛 你可以在24小时恢复正常活动 虽然大多数病人都能很好地接受注射 偶尔病患会出现以下症状和疲症 常见症状有 眼睛酸痛 轻度眼红 因使用麻醉药水和消毒药水而造成的轻微红肿 这些都是暂时的 通常会在几小时内消失 偶尔会持续一两天 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一次性滋润药水 会对痠痛有所帮助 有些病人对治疗会比较敏感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再次感到舒适 眼摸下出血 打针后眼白的部分可能会有瘀血 这是由于针头刺穿了眼睛表面的一个小血管造成的 当我们试着打针过程中碰到任何血管时 较深的血管是看不到的 可能会被意外刺穿 这种通常是个无痛的出血部位 但是在打针后的几天内大小可能会增加 这是可以回家观察的 瘀血通常会在两个星期内自动减小 进食瘀血部位变小 明样的红色也会保持不变 不需要使用眼腹部 太阳眼镜或眼药水 这些应该避免 气泡或飞纹 打针后您可能会马上在眼中看到气泡 这些气泡是药物中你的空气造成的 气泡会在几天内消失 也可以观察到飞纹是由于眼内的状况物的移动 并且可以在注射后看到 这些通常会随着时间消失 让医生知道飞纹的情况 特别是当飞纹突然增加 或眼睛有不寻常的观灯响措施 很少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如眼睛有感染或出血 如果出现以下感染或其他并发症症状 请利静联系医生 疼痛 视力模糊或下降 对阳光的敏感度 眼睛发红 眼睛分泌物 紧急咨询的联系信息在手册里 在办公时间内 您可以返回眼科中心 在办公时间后 您可到中央医院紧急部门看诊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信息 请随时联系我们的医生和护士寻求帮助 谢谢您的关注